林委員早 總裁你好 我請教 因為我們整個國內的房市 在新清安點火下越燒越旺 那央行近期邀請黃仲岳 還有銀行業者喝咖啡 那接下來央行市 我會有新一波的信用管制 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我們從我們實施選擇性金融管制以來 我們都會 這個是一個很例行性的 我們會請銀行來聽聽他們意見 我們會請一些的專家學者 或是黃仲岳來跟專家銀行 大家來互相討論 討論整個的 所以這一次並不是非常特殊 以前我們從選擇性金融管制之後呢 基本上呢 我們每一季都會 舉行這樣的一個討論 那你喝完咖啡以後 這個 你們未來 會不會擴大來信用管制 可能會不排除來調降高總價的住宅門檻 會不會 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我們呢 基本上呢 每一次我老實跟委員報告 我們每一次都會來討論這些問題 所以呢 到目前我就說 六月十三號是我們 我們禮監事會 就是六月份的這一次呢 會在六月十三號開 那這一次開呢 我想呢 會跟以前一樣的 都會針對這個議題呢 來討論 都會針對這個議題來討論 都會討論 所以呢我就根本已經跟委員報告了 就是說 那你現在有沒有什麼想法 有沒有 沒有 基本上呢 如果說我們從這個數據來看的話 確實 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的房價居高不下 而且呢 他的資源呢 還是集中在那個 就是說 他的那個比例啊 銀行法七十二條之二 還有我們所看的這個集中比例 這些都有一點 都有一點就是說還是居高 那這針對這個問題呢 我們每次都會討論 為討論 目前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基本上討論 那這個我們就是說 必須要聽聽各位委員的意見 然後才做決定 楊總裁還是請問你啊 你有沒有 現在房市是不是過日 房市 你擔不擔心房市過日 你股市一直漲啊 大家錢賺啊 房市一直推新高 我想呢 我們還是密切注意啦 我想呢 我們6月13號 我們理事會會討論這個議題 外界關係說 你的信用管制措施會不會再記出來 我們會討論這個議題 9月13號 就一定會有那個 就會公佈 外面也有在傳言說 你把豪宅的標準 年來是台北市七千萬 降為六千萬 這個貸款成數會降低 這個議題 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從我們選擇性信用 選擇性信用管制以來 我們都會找一些專家學者 還有銀行 我們都會來座談 了解一些 一般的那個什麼市場的一個狀況 那這一次呢 我們也是一樣是這樣子做的 所以呢 我想呢 我們6月13號 以監事會的時候 我們也會來討論這個議題 我就是一句話 不排除寄出選擇性的信用管制 這個到時候就會知道了 關於我們做的總體信用管制 做了很多的努力 總共花了五次的信用管制 是 但五次下來 我不知道總裁 你心情有沒有挫折感 你看內政部最近要公佈 第四季的價格的住宅時數 高達136.2 就連續漲五年 一來是歷史新高 二來它的交易量也是史上第二高 對 是31.6 13年來的新高 史上第二高 也就是價量齊陽 對啊 價量齊陽的結果就是我們總體信用管制失效 講白點是這樣子 那個委員如果說 如果說把這個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它的價跟量等一個變化 然後單獨來說 就是說選擇性信用管制 結果論嘛 講白點我們就結果論 結果論 結果論 我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選擇性用管制是有效的 有效 有效 如果沒有這樣子的話更嚴重 對不對 這是其中之一 但是另外一個呢 那個 總裁你既然這麼講 這麼有信心講有效 那有效的程度到哪裡 我承認不會說沒有效啦 老實講 我不會說沒有效 但是效果沒有達到壓制價跟量的結果嘛 事實嘛 我跟委員 事實嘛 我 就是量還是一直升 價還是一直陽 這是事實嘛 我跟 我跟 量升價陽 量價齊掌 這是結果就是這樣子 我相信你有效果 你如果沒有管制的話 可能會更嚴重嘛 對不對 有人如果這麼說也可以 那 隨便 有效果 是